北韩一名年僅20多岁的士兵 他是翻越了重重的地雷阵 从东部战线江源道高城郡 徒步越过了军事分界线 来向南韩表达投诚的意愿 而根据分析 这名士兵可能是受到了南韩的 新镇广播的影响 才会决定脱北 军队24小时驻守 到处不满监视器 朝鲜半岛20日经船一名北韩军人 从江源道高城郡附近 越过东部军事分界线 叛逃至南韩陆军第22师驻守区 向南韩表达归顺之意 目前正遭南韩军方调查 有专家分析 这名士兵可能是受到南韩新战广播的影响 最终才会决定脱北 然而12天前才刚有一名北韩军民 从西岸向南韩投诚 短时间内连续量起脱北案例 令国际注目 而终于美国展开年度联合军演 以致自由互断的南韩持续增强兵力 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南韩出售 多达36架阿帕器攻击直升机和飞弹 均售规模价值新台币1126亿 美方声明 南韩深印太地区政治稳定 和经济发展的力量 会全力协助南韩增强军力 同样是在亚太地区的防卫行动 印尼新总统上任之际 访问澳洲坎培拉时对外公布 双方将签订新防卫协议 包括联合军演和双方军队 可在对方国家军事行动 英尼也特别指出 他们在农业 粮食安全和打击 国际贩毒等领域需要澳洲协助 而这也是澳洲印尼两国有史以来 谈判达成最重要的协议之一 藉章会综合报道